外面也很特香 超香 今天做一个焯烧肉来吃 焯烧肉我们先把肉椰制一下 准备点葱姜 葱姜 我们先备点葱姜水 这个姜拍一下 拍一下汁才出来 葱姜 加水过来 给葱姜水揉出来 葱姜的汁揉出来 泡在这里 我们先去切肉 买了40块钱的肉回来 这坨40块 但是这坨呢 它不光是有色热肥热也有 从一个菜市场跑到一个菜市场 然后站在菜市场里面 转了筛圈又筛圈 才选到这一块 你看这是梅花肉 大片大片的 还可以 其实怪呢 就怪我去的太晚了 去的我早的话 你想要啥肉都有 几块 把这些肉放过来 再把这个葱姜汁倒进去 扎扎闻就不要了 只要滋滋 加入叉烧酱 现在做叉烧肉就是叉烧酱 蚝油 一点的酱油 还有蜂蜜 还有蜂蜜 一点的料酒 给它抓起来 抓起来这样腌制 腌制6个小时 就不管了 我们放鼻箱椰子 我们开始 起火了 开始烤起来了 加水 把这个放进去 起盖起来 让窩囱上来了 咱们再烤 你们现在可以挂起来 烤 你看一块一块的 鸡肉是不够的 鸡肉很不够 用这种小鸡肉也可以 叉烧肉 火起来了 这里面是温度已经上来了 所以烤这个20分钟就可以了 咱们现在再搞一个汁 再倒入一点的叉烧酱 再倒入一点的蜂蜜 搅聚余 你会用来刷在那个上面 刷在那个热上面 看一下怎么样 好烫啊 我觉得我就先拿出来刷一点 再继续 把这个跟调好的这个叉烧汁装上去 叉烧汁和那个蜂蜜 不熟 第一它会干巴巴的 而且味道没那么好 刷上来它味道更加香 嗯 甜甜的 甜香甜香的 再烤20分钟 刚才没有20分钟烤的 先烤了10分钟 咱看一下好了没 哇塞 还要再烤一块 我是觉得美好 但是要稍微翻一下面 熟了熟了熟了 熟了熟了 怎么说呢 鯛鱼 这个多汁 外面也很特香 吃起来也入味 又泡到水酒 这个我们不切 我们直接抓着吃都可以 怎么样 我觉得吃的不需要切了 直接这样不吃 好香 我还没吃吃的 这就是叉烧肉